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还得看一下麦克风,现在习惯了 今天带来了几个 似乎好像跟咱们航母都有点关系 这两天因为航母特别的热门 所以闹得有点沸沸扬扬了 今天带来一个欧洲的 昨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国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欧洲的 欧洲的一个就算是个军事评论吧 产业的一个研究员写了一个博客 他做了一个分析 阐述一下为什么这次世界范围 对中国的003这么的关心 有朋友私信我说这个004 待会给你解释一下 有003,003是型号 或者叫003型吧 三型,至于你说四型 你估计还得等几天 听听他怎么说的,好吧 标题 之所以要关注中国航母 不在于航母的本身 而在于它的弹射系统 在航母范围当中 曾经拥有过几次弹射范围的使用 包括机械式弹射和蒸汽式弹射 以及电磁弹射 这三种类型目前是广泛于全球的海军航母舰队当中 法国使用的C12型机械蒸汽式弹射 是一种机械加蒸汽原理的弹射方式 它改进于蒸汽弹射的活塞模式 比一般的蒸汽弹射要略好一些 不过由于该技术也本身是当时美国军方试验型产品 淘汰给法国 所以这是唯一的欧洲的一种能够进行 大型战机弹射的航母弹射器 而在美国方面 美国现在全部的美国海军 只有一艘航空母舰 福特号是属于电磁弹射航空母舰 其他均属于机械或蒸汽弹射式 对于像弹射航空母舰来说 电磁航空母舰当然是航空母舰当中的霸主 但是要知道电磁弹射当中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叫交流电护杆式转换弹射 一种叫直流电非转换式弹射 而中国这一次下水的航空母舰采用的就是后者 美国采用的则是交流式弹射方式 这种交流电式弹射方式设计相对比较复杂 还要经过电流电压的转换控制 才能实现最终弹射 按照美国海军目前测试的整体效果上来看 大约经过4100次的整体弹射就要一次大型事故 所以故障率非常高 而对于这种类型的弹射器来说 美国方面目前也没有太好的设计和理念方案 当时也是因为全世界只有这一款交流式电磁弹射系统 所以没有涉及到它的改进和重新研发 但自从中国的福建舰下水之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型的弹射时代 也就是直流电弹射 中国的直流电弹射 从理论上来讲 它要比美国的交流电弹射更加简便方便 节省更多的转换系统 效率更高 可高达90%以上 同时它的故障率更低 按中国官方在地面试车 固定地板弹射的总体效果测试报告来看 这个公布出来的数据是中国官方科学院公布的 约有一万次出现一次故障 是美国几乎两倍以上 这就是真正中国航空之所以被全世界这次非常的瞩目 主要是因为它和美国的电磁弹射之争 中国取得了胜利 虽然我们肯定很多人不愿意认可这个事实 包括美国媒体也不愿意认真的去回顾中国的这个事实 一些美国方面的媒体仍然采用了原有的眼镜式的报道方案 对中国的航母继续进行了带有有色眼镜的偏视 但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如果美国方面把中国当成了对手或者是竞争对手的话 那么你应该重视你的对手 不能轻视他 更不能对他的新鲜装备采取抹杀视而不见 那只能为自己挖掘坟墓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中国人真的走在了前面 不过如果说除去航母的这次弹射系统以外 更亮眼的可能就是中国即将上舰的空警600 它可能使得中国海空军从死以后可以随对舰队进行执行预警任务 完全增强了中国海空军的力量 但是这艘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约为8万多一些 属于大型航空母舰 虽然它仍然不是核动力航空母舰 但可以预见它完全超越了曾经最著名的小英级航空母舰 那曾经是作为常规动力母舰的头手 而且小英号航空母舰可搭载80架飞机 其中至少70架为作战固定翼飞机 而中国的这艘航空母舰满载8万吨排水量 预计可搭载大约70架最高不超过75架战机 同时可应用固定翼作战战机大约有60到65架左右 其余为直升机 如果再算上它的固定翼预警机的话 那么预计这艘003航母可搭载固定翼战机 约为60架 远不及美国的10万吨级超级航母 但是要记住 在美国超级航母当中 只有福特这一级航空母舰 一艘航空母舰具备有电磁弹射系统 而且间接速度约为207 而电磁弹射系统可高达247 并且中国的故障力超过1万弹次数以上 这都是中国对美国的完全性的优势 在这一点上 可以弥补它的核动力驱动系统的不足 所以这艘航空母舰被众所关注 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正在传说中的 歼35的是非 不过这种歼35的是非 恐怕中国方面还有自己的很多考虑 因为它想使用适量技术来进行母舰着陆 对于大型纸板弹射航空母舰来说 适量技术几乎没有太大用处 最好的用处还是增强战机的隐身性能和搭载能力 就到这吧 有点长 这位欧洲评论员说的 老王觉得还是有点威胁对他的味道 我们专家都说了 我们还有很多不读 我们还有500年要追缆 美国比我们先进2000 不是3000 5万60万 大概100多年 你就按这个书算 所以咱们铁着追 500万年以后咱就能追上美国的屁股了 听见底下物美网友怎么说了 上个一个 美国网友 我觉得在直流和交流弹射当中 中国人取得了胜利 交流电确实不是一个弹射器的真正的方向 又一个美国网友 故障率太高了 所以福特航空母舰到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大规模部署 又一个英国网友 中国人这次恐怕在家里会偷偷的去笑 笑美国人的高傲 又一个德国的网友 我觉得不单是中国人会笑 你们英国人自己也应该嘲笑自己 还记得不久前你们开着自己的双岛航母到中国那边去游荡吗 现在想一想 你们才是特别可笑 你的欧洲网友 今后这种事情就不要再发生了 中国的这个003 他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是普通的直流电系统 看来直流电系统才真正是电磁弹射的发展方向 又一个欧洲网友 那么这么看来 美国人又一次踩错了方向 又一次选错了位置 为什么他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位置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不光是这样 朋友们 你们还要记住 这艘航空母舰采用了全电式传电传导方式 我们也采用过传导方式 但是我们的那艘驱逐舰没有开出海湾 又一个美国网友 难道中国的传电式传导方式要比我们的更先进吗 一个德国网友 不要再这么说了 从这一刻起 我就再也不相信这句话了 中国永远是落后的 可能有些中国人会相信的 一个印度网友 这一次可以说明 中国人在电磁弹射方面 一鸣惊人 可以说他们挑了世界的先头 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看来在大型航空母舰上 中国人真的取得了胜利 不过中国人的脚步太过于激紧 恐怕下一步 他们会建造两到四艘这样的航空母舰 再去发展核动力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希望他不要再发展核动力了 有这样的航空母舰 其实中国人已经够了 够了 又一个英国网友 你怎么觉得中国人会够啊呢 他为什么都觉得会够呢 你有十艘航空母舰 中国有沿海地区大约超过十个省份 如果一个省份定一个名字 中国至少可以造十到十二艘航空母舰 又一个 谈自己的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这样夸奖中国的航母 难道他就没有一些漏洞吗 比如说他的动力性能不足 比如说他的舰载机数量不行 一个印度的网友 你先要明白他现在有了这样的大型航空母舰 而且是电磁弹射航空母舰 你连有都没有就没有资格批评他 又一个印度网友 我们印度应该也要造一个这样的航空母舰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阿拉玛利亚号改进一下 又一个印度网友 你闭嘴吧 那只是一个四万五千吨级的中等航空母舰 你要把它改成八万吨级航空母舰 他又会翻船的 一个英国网友 不要再瞎改了 你们的船不漏水 不翻船就已经是奇迹了 又一个德国网友 我觉得现在中国人一定会很骄傲 但是也许中国人并不满足 又一个美国网友 他们不会满足的 放心吧朋友 他们想象到是十万吨以上核动力航空母舰 又一个美国网友 现在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再追求这样的大型航空母舰 他们手里面有了无人机母舰 又有了无人机自主式航行母舰 有了这些东西 航空母舰对他来说还像什么事情吗 又一个英国网友 这你就不懂了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 凡是他没有的东西 他一定想要拥有 但不是通过买而是通过自己造 你就是卖给他 他也不服气 又一个小本质的网友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 不管什么时候 中国人都想自己把它造出来 而不是买出来 又一个坛子里的网友 这就说明中国人特别的抠门 他们有钱都不舍得花 一个印度的网友 也不算是他们纯粹的抠门 而是他们想把这个东西完全记为己有 又一个印度网友 所以我们更加要对中国地形提防 如果他的航空母舰要是到了我们这里 我们就把他击沉 一个英国网友 天哪 你的脑子真的被牛踢了 或者被牛顶了 一个德国网友 不要理他 他的脑子里面装的都是牛 那样的东西 又一个欧洲网友 我觉得中国方面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是不是还有必要发展大型核动力航空母舰 你们已经其实做到了现在人类航空母舰的顶尖水平 至于说8万吨级 10万吨级和12万吨级 只是船体的问题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同意你这个观点 既然能造8万吨 就能造10万吨 既然能造10万吨 就能造12万吨 不要忘记 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30万吨级 邮轮级的船物 又一个 法国的网友 现在航空母舰方面 中国人恐怕已经 就剩下核动力这一块了 但是中国人要想把小型核动力 转换到航空母舰上 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英国网友 我认为他们可能会使用第四代 或者他们叫做第四代的第五代型核动力电站系统 又一个美国人 那个进行小型化非常的困难 那只是一个初步阶段的展示堆 他们想进行小型化的话 一定会走传统的老路 就像法国人一样 法国人用的是核田井的动力 改装的航空母舰的动力 而中国人可能也会走这一步 因为他们有核潜艇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一步可能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捷径 所以在中国的前面 可能还要再造两艘试验型的核动力母舰 最后才是真正的中国核动力母舰战斗群 好吧 就说到这吧 这个说说就跑核动力母舰去 我们现在没有核动力 咱们哪有核动力 是吧 有些老师说 这个004就要出来了 这个003也好 这是型号 这是编号 咱们官方已经说了 这003被编为第18号 如果按照这个号编 18 19 20 21 4 对吧 那么可能你要你期盼的004型核动力 如果假如真像某个老师说的 要出来的话 至少也编到22以后 因为它是连号牌 这是连排号 至于说有些朋友跟我说 我们不关心003了 我们关心004 那你慢慢关心 慢慢等着吧 有些东西还得等 有报道 咱们再说 对吧 没有的话 咱也不敢瞎猜 对吧 有些事情还是很敏感的 老王就说到这 你有什么想法写的线呢 支持老王的 长期的 我推荐教育的观众 谢谢大家